狂追猛打 好,10月22日的啤梨晚報 今天真的沒有什麼新聞 搞到我們第一節 準備竟然是說特首選舉的最新形勢 首先,我不知道大家有多關心特首選舉 雖然我啤梨經常說 在同一個制度裡面 不同的人都會有不同的表現 不要一句說 是不是誰做都死了 蔡健那句特首不同? 不是 但是現在的特首是 我覺得誰做都沒有所謂 你跟五年前的環境不同了 因為現在很明顯 真是我們偉大的祖國正在灌 誰做都沒有什麼分別 問題是,他說話會不會這麼倒楣 但是懲罰那些含家產也是重要的 這幾天不知道為什麼 有輕微骨裂的林鄭月娥還沒上班 他這麼想打得這麼想 有投入事業 完全不是他的性格 尤其是 完全是重的 你不是說屁股 跌到屁股 牙膠飛出來的那些 輕微骨裂而已 他現在還要競選 是啊 競選應該要博表現 偏偏這些時候 是最關鍵的 我昨天才記得 因為我沒有太多懷疑 這兩年過了 你知道疫情 昨天你講完之後 我才說 對呀 你只要三四個月而已 說說說說 是啊 現在已經十一月了 是不是才對 如果不是被潘媽媽 就是被潘媽媽就 那倒是開玩笑的 看下星期吧 OK 可能真的 以林鄭這些 老實說 不要 要不是被潘媽媽 就是被休息的 被休息 先不要說那些事情 大家知道我們明天 就會正常訂貨回來 包括我們那些什麼 竹龍丸 有訂的那些上來拿 沒有訂的 喜歡上來碰運氣 沒問題的 八爪魚 還有什麼 海膽 還有 我們的松葉蟹 松葉蟹 我來了幾十東西 但是原來 竟然 我也沒有叫人訂 因為我打算用來擺 我們竟然已經訂了很多盒 松葉蟹很受歡迎 但是真的很好吃 喏 明天你們上來搶生蠔 生蠔248元 真是值得吃 是 OK 搶松葉蟹 還有呢 我們昨天和阿正想這道菜 首先他們說有故事 為什麼有故事呢 會是湯 燉湯 周邊的 話說我們的老友記 就常常上來 如果有人上來買東西的朋友 都會有上來 可能見過一下他 那他也是我的其中一個供應商 你知道吧 同行商興 是不是 OK 其實當他一見到我 昨天的節目 跟阿正試這個湯的時候 那他呢 就是 他又沒有說不是味儀的 生意做不完的 都說這些很容易搞的 因為其實我也覺得很容易搞的 這些生意 OK 他說這些大約是不是 多少錢給你呢 他猜得還很準確 差一兩元 這樣 好了 那我呢 他們昨天不是有三罐的 是的 別人給我那些飯 他們給你喝了一罐 還有一罐 還有一碗 我說 喂 開來喝喝吧 你以後 然後就叫他蒸了來喝 是 正所謂同行商興 他一喝完 今天他醒目了 就將一個碗倒進飯 大碗裡 原來真的很大碗 也挺大碗的 昨天我們喝就知道了 他一喝完 他就有一個評語 這隻湯 昨天我們不敢說這個評語 他就給市面上的燉湯舖 每一間都好 他說這隻東西給你 大賣就行了 他又會把口說 他說行了 這隻東西是大賣的 爆的 因為為什麼呢 跟著他講了很多道理 譬如他說 那個師傅 他們那個大哥 Mass Production 煮得好 價錢定位適合 肉質 昨天是可以算的 沙的那些東西 他一說就說了 湯就怎樣抖出來 當然 譬如他今天喝過花膠心湯 雞心湯 就說沒什麼花膠的味道 他說 但是他就說 他這麼糟糕 幾十元 你想怎樣 他就經常去出入 第一就是 現在執了一個名人 有膠筒液的那個湯 他喝過的 他也去 我不想 即是那個藝人 是的 也在荃灣有一間 很有名的 他說賣68元 他說 去新荃灣都喝 已經覺得這樣 他說這個好多 而且因為高溫消毒的味道 不是沒有防腐 沒有其他東西 你覺得是喝 我昨天怎麼說呢 家裡湯 是唯一一樣東西 我昨天以為不夠鹹 後來我喝一瓶就OK 夠鹹 但其實他也說是差點味道 但是合理的 夠不夠鹹 因為現在全部廚師做這些 我覺得夠 不夠鹹 就是用一個比較淡的調味 你喜歡就自己加兩粒鹹 你夠鹹了就沒得夠 因為現在每個人不同 我只是看 他不算高大碗 但是這麼足料 真的可以 你看到這個比例 你這樣燉出來 你怎樣也不會差 真的好想 真的可以 這個東西真的可以 現在很簡單 你用這個比例 為甚麼呢 因為燉湯是成爬 很多料都放進去 燉完之後 他們應該是把渣撈起 然後就把渣分的 譬如蟲草一堆 雞肉一堆 紅草一堆 豬手肉一堆 然後每一碗就夾了 過幾天的時候 於是就換了 但是比例也是一樣的 你明白嗎 只要比這個 你夾下去的料更多 譬如煲到有些熔了 它不能夾下去 如果用這個比例 你想一下 那些這樣的料 出了一碗這樣的湯 那當然會怎樣 所以大家真的要搶 因為我不是很多 還有 這就是他說會大賣 我不知道 我又不用買這些湯飲 我一句話 我每晚都有湯飲 我老母會煲給我 但是 有些人 譬如說 經常出去買湯水 買這些現成湯水 因為是否算那麼多 試試這個 然後給我一些評論 他這樣說得那麼厲害 令我立刻 對於推銷這個產品 那個氣氛變高了 但是當然了 其實說來講他都是48元一碗 賺給你多少錢 10元百塊 照理來說我是不賣這些生意的 但是因為好喝 這個是開心share 大家記得來搶了 很冷靜 有這個 享羅爺王燉雞湯 我昨天喝了這個 阿正喝了鮑魚松草花燉雞 今天我們的老友記 就喝了一個花膠人心燉雞湯 我看來也會拿回一兩罐 我沒喝過的 放在家裡 有時候晚上 有時候要吃最兇感 煮個炭水飯盒 吃飯 吃麵 吃雪糕 很想吃最兇感 不要緊 喝個湯 吃一杯雪糕 吃一杯雪糕 吃一杯 喝個湯再加一個雪糕 現在只是湯 我昨晚回去看劇 我吃了一包新冬阳的牛肉干 吃了两包7D的芡果干 喝了两罐可乐 这就是我平时晚上的 因为我避免吃碳水化合物 免得吃一次会肥 可乐不肥 其实汽水不太肥 说真问心一句 我不觉得汽水会肥 好了